中共中央調集了二十萬戒嚴部隊 決定清場 臨近中午一流運載武器的大客車 被示威的人群攔載在六部口的十字路口 部分武器被拿出來放在車頂時中 其中還有機關槍 在中午十二點半 警察突然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 奪回大客車 這次是1949年以來 北京首次爆發催淚彈 下週至到晚上 廣播電台和長安街高音喇叭 連續播放戒嚴警告 要求市民如果沒事不要上街 特別是天安門一帶的敏感地區 昨晚北京傳出部隊進城的消息後 天安門以西五公里以外的六西地 再集了數千名的學生市民 有學生指這個軍隊進城的必經之路 要求民眾阻截部隊 晚上的九點幾 三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倒在陸西地 遙上橫放著 有人將行人道上的水泥珠摘成碎塊 在街道的兩旁堆起水泥牆 還有人會踏車三輛車混石頭過來 行動又謀衝 自動抽成無人指揮 沒多久之後 戒嚴部隊到達 並施放催淚彈 幾十名戒嚴部隊的隊員 手持木骨 市民和學生 以碎磚作還擊 士兵立場 排成一線 操響大橋 告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並且 一邊向市民 開槍 響起了密集的槍聲 有市民眾槍倒下 部隊傳進了一段 人民在向後退一段 有民眾大喊 法西斯 流氓正火 殺人犯 不犯人 約在十分鐘之後 戒嚴部隊 穿過了牧西地園 來到二十二號部 長樓 和二十七號降樓之間的 北京地鐵 牧西地園走一段 民眾倒退到大街兩旁 劇花羽和樓房之間 以樹族 建築物做掩飾 繼續喊口號 狠斥部隊 並投窄石頭 戒嚴部隊士兵 推開電車 清除路障 並且開槍還擊 有目的者事後益術 哪裏有人喊法西斯 哪裏有人賴石頭 部隊馬上用衝鋒槍 向哪裏懸掃 六百名民眾倒在血跡中 由其餘民眾把他們送入復興醫院 十一時去 手握鬆風吹的士兵 裝甲車 軍用他車 列隊向天江門風向駛去 其間有市民焚燒了三輛電車 以阻戰後續部隊 在槍聲之中 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 探頭出來通罵 有人釘的 戒嚴部隊就開火還擊 從木西地到全國總工會 約五百里的路段 兩旁的建築物 佈滿了大量的彈牌 二十二號樓 二十四號樓 兩棟部長樓 總共有三個人被槍殺 其中包括 住在二十二號樓 八層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宿與佛女婿 雲敬 當他們入廚房開燈的時候 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頭部死亡 作於白寶山 人民公務義區 十七八十二號 在這個時候 長安街被露燈照得一片鋪明 而外面則側 死沉沉 新華門前 站著近百名士兵 有市民露斥 柳丁還在摘石頭 士兵門一二不發 其間 有學生想將一名受傷的軍人送入新華門內 士兵立即子彈上課 大聲擴展 與此同時 第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往場 遊人向裝甲車投擲汽油膽 裝甲車掉頭 再向西班方向駛去